你喜歡喝Cocktail嗎? 來到Cocktail Bar你才能不知道怎麼點嗎? 你知道Cocktail之王之後又各是誰嗎? 今天這一集的老闆老闆系列 帶你來了解Cocktail喔! 嗨大家好,我是Celi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就到我身邊這一會呢 就是我們身為台中人必定會知道的 好爸的首席調酒師Alvis 哈囉哈囉 沒有大家都知道了,不要知道 我要太多如果想要喝Cocktail 我很長的時候就會來,好吧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聊關於Cocktail的故事 OK 入門調酒的第一步就是從認識六大雞酒開始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在調酒裡面 很常看到的所謂的雞酒 那大概會分六種 那從兩種是叫做白色烈酒 就分琴酒跟福特加 那基本上是不太會去進香菇桶 琴酒當然還是有進過香菇桶 但它還是被放在白色烈酒裡面 那像RUN也是 它也其實隸屬在白色烈酒裡面 但是它還是可以去進過香菇桶 做這個Edge RUN啊 Duck RUN啊等等的類型 那再來的話就是 深色烈酒的部分 像是有Takeda Vosgi跟白蘭蒂 那藉由這幾種不同的機酒的變換 你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 經典調酒的種類跟品項這樣子 你知道我在法國其實 是真正的第一份工作 是做甘伊巴蘭蒂 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住在Konyan 然後其實大家本身都沒有什麼在喝普通酒的經驗 當地人都喝烈酒跟調酒 OK 所以那時候我就喝了非常多各式各樣調酒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 可是我那時候並沒有認真去記到底哪個調酒哪個調酒 我就嚇他點 我就會去酒吧 就說我今天要不要太酸的 我今天要不要偏甜 或是我不要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來跟Alvis 就是請教一下 幫我們這些想要學習跟了解調酒的人 可以怎麼樣子入 沒事啦 至少你不會點一杯子 我要一杯子什麼 戀愛的感覺 這樣子我覺得滿好的 就是今天星期六的風味 你有遇過這樣的客人嗎 有啊 客人會看你說 你覺得我適合喝什麼調酒 我會說你適合喝啥 沒有開玩笑 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怎麼點調酒的話 大概你可以先清楚知道調酒有分清爽 中間跟比較偏重 那我會簡單的把它蓋分為帶氣泡感 比較偏清爽 那中間的話大概就是帶酸甜 然後酸甜也有可以偏重 也可以偏輕 也可以中間 那再來的話就是偏重 就是比如說像比較大家常聽到的Martini Negonoria這一類型的調酒 帶氣泡型的飲品就是大家可能常聽到Gintonic 那比較清爽的Mojito 那Gymfist等等就是大概這一類型 講到清爽型氣泡調酒 就不可錯過聚酒屋必點的Highball 這集影片就特別請Alvis 幫我們示範三種做法 示範Highball 那Highball這個東西 它其實說穿它就是威士忌加蘇打水 第一點呢 基本上你只要去比較OK的酒吧 它都會給你這樣子的大冰塊 這在家裡就不可能隨手可得了 這樣子的Highball 認證出來Highball 我稱它叫做有感情的Highball 對 基本上像我現在用的這個杯子 大概是在12盎司左右 也就是360ml 那這樣的大小裡面我會加入45ml 抓1比1.5或是1比2的一個比例去做它 讓威士忌先稍微冰鎮 以及釋放一點水分 去打開威士忌裡面的香氣 從冰塊的旁邊跟杯子的中間稍微直接倒入 然後也不用太慢也不用太快 大概中間的速度 好那再來的話我要做的這個叫沒有感情的Highball 我們就是冰塊給它買 一樣還是下45ml 這樣的話我們就不用刻意再去避開 大概你就稍微抓一下避開你的冰塊 直接倒入酒意裡面 讓它提一下 好 這個是沒有感情的Highball 就是直接倒入 好 差不多啦 這樣子 啵啵啵 這樣子 好 抽個兩下 OK 威士忌加蘇打水 待會可以試試看味道上的差異 這是有感情的 對 這個是沒有感情的 調酒師餐飲從業人員最喜歡的 對 這個是唱歌的時候可以喝一下 其實真的很香 因為水加下去的時候 剛剛你加水 我在那邊就已經聞得到那個威士忌的香氣 所以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對 對於調酒來講它是一個媒介 因為如果是葡萄酒裡面加水加冰塊就不太行 當然你趕快要做吧 它的氣泡不會非常的直接 很沖 它是非常的順滑的感受 不會有很強烈的酒感 我覺得那個氣泡跟威士忌本身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果然是很有感情的 對 絕對 對 絕對 被我的薑融在裡頭 哈哈哈哈 對 好 那這個呢是沒有感情的 對 這是調酒師下班喝的 然後氣泡會比較直接一些 對 然後 這也是很fresh啊 就更清爽 但它剛剛它氣泡就真的是硬散的比較多 現在已經沒有手套泡了 對 對 對 就是要大口喝 大口喝 大口喝 對啊 就是很到下班的時候 像啤酒有沒有 剛倒下來fresh 然後就是大口嗆飲 一下子把它喝乾的那種感覺 沒錯 沒有酒味不好意思 只有水 只有融化的冰塊水 對 而且冰塊融化得很快啦 剛剛也沒有做冰杯的動作 但剛剛你有找過嗎 都沒有 就只是用那個 所以原來其實是調酒本身 你要做好一個好的調酒 每一個細節都會重視到 好 這裡是為什麼 我們會來 cocktail bar 給一個好喝的調酒的原因啊 體驗完清爽氣泡性調酒之後呢 接下來要來到我最喜歡的 酸甜型調酒 這類型的調酒又有哪些呢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調酒 就是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 第一個它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杯子都很漂亮 OK 然後我很喜歡瑪格莉特 它旁邊會有一圈鹽巴 所以為什麼瑪格莉特會長成這個樣子 相傳好像 發明這杯調酒的調酒師 在有一次跟女友出去打獵的時候 不小心把女友當成目標獵殺了 我是不是故意的不知道 OK 然後 然後它就非常的難過 然後難過之後 他回家就是想要做一杯酒 紀念他女友 那 在他邊做這杯酒的時候 就滴下了一滴眼淚在飛口 那就是帶點鹹感 就是那研發的由來 對 那他的女朋友就叫做瑪格莉特 這屬於一個比較浪漫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這樣子 清爽型的除了瑪格莉特之外 還有什麼類型 我們會把它分三個類型 一個叫做氣泡型 一個叫做Sour類型 對 酸甜 然後一個是重的 那酸甜裡面可以分青跟重 青的一點點就是像是 Gakery 它其實就是用RUN為基底 加了糖跟檸檬 就這樣組成 那像Gimlet 它就是琴酒 加酸加甜 Gimlet 對 那像威士忌呢 加了酸跟甜 它就叫Whiskey Sour 所以我們會叫這個類型 叫Sour類型 它很好玩 其實調味酒它就是 你只要換一個材料 它就會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Margarita是用了龍舌蘭 車車用的是白蘭蒂 那假設你把它換成了琴酒 它就是一杯非常有名的 叫做White Lady 喔 白蘭蒂 對 那你換成藍姆酒 它就變成叫XYZ XYZ XYZ 那XYZ為什麼會被取名 是因為當時的調味師做出來之後 他覺得這杯酒是最好的 你不可能比我的再好 所以他取了 英文字母裡面的後三個字 代表結束了XYZ 007這部電影只要剛上映 只要有新的序集上映 Mardini 對 沒錯 所以Mardini 我之前聽人家說 Mardini通常要在最開始先喝 為什麼啊 因為你可能喝完一杯 就不會再喝下一杯了 是因為很烈嗎 Mardini他其實被叫做雞尾酒之王 喔 雞尾酒之王 對 那 小補充一下 那雞尾酒之後 他叫做曼哈頓曼哈頓 為什麼 因為曼哈頓之夜嗎 之類 沒有 他就是被定義在那 沒有啦 他就是早期 因為Mardini他是用琴酒做的 那曼哈頓的話他是用威士忌 那所以一個就是王 一個就是厚這樣子 英國人什麼 Mardini調酒之王 我美國也要有一個調酒之后 所以他們的 Mardini裡面就用的是 Burban Whiskey 或是Rite Whiskey 都可以 兩種都可以 那再加入了甜愛酒 像你看Mardini他就是純烈酒 那你要怎麼辨認說 這個Mardini他 是不是一杯好喝的Mardini 就是我們不會定義說 所謂好喝跟不好喝 對於我來講他是一個平衡感的問題 我們版本的Mardini 其實酒感真的比較偏重 但是我覺得 你要讓他達到一個順口的感覺 對 那至少不會讓他酒水是分開的 他是平衡的 他雖然很重 但他是 他可能有點像魂厚的一顆球 帶進去 而不是分開的 我們剛剛提到 Mardini裡面會放橄欖 對 Mardini裡面會放一顆櫻桃 會放一顆櫻桃 那代表什麼曼哈頓日落 的那種曼哈頓大道看出去 你看到那個日落的時候 一個紅紅的 那就是那個櫻桃的一個意向 我覺得這個我學到了耶 我覺得這個還滿有趣 就是你比如說大家約會啊 男生你可以點個Mardini開始 然後可以幫你的 你不然你可以點一個曼哈頓 你就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那這兩款大部分會貝桂類在 口感稍微比較重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是沒有 真的那麼常在喝調酒的話 對 那我覺得會建議循序漸進 你可能先點個威士忌基底 那或是說甜愛酒基底 等等的讓自己稍微習慣了解 這個口感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就再往下頭 那不然我就試試看 它很這樣子 嗯 基本上比較大的區分其實苦愛酒 甜愛酒跟中間 我們會叫它叫做Vermusse 哦 我們會叫Vermusse 對對對 它其實是以葡萄為基底 下去衍生出來的一種藥草酒 那苦愛酒就是像比如說 我們為什麼叫Martini叫Dry Martini 因為它的Vermusse叫Dry Vermusse 它喝起來是不帶甜感的 所以你可以喝到比較多 勤酒的風味 它只是提升一點點藥草的味道在裡面 那甜愛酒的話 它就會加入了其他的 不同的藥草也好 然後也會加入一些糖在裡面 所以它喝起來的口感會偏甜帶甜感 為什麼就是曼哈頓之王的時候 他們都會加涼木糖 比如說以前製酒技術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好的話 你喝到了一個烈酒 像勤酒也好 像威斯基也好 它可能味道風味都沒有那麼純熟 那我們就會加入一些元素讓它變好喝 我覺得這是當時的初衷啦 就是調酒其原的初衷 為什麼調酒會出現 就是大家想要把酒變得好喝 我 summarize 一下好不好 就是如果是一個初學子 你來到Hotel Bar 你開始想要學習 為什麼這樣子可以探索 跟品嘗Hotel 我們可以先從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Physic的 輕的跟重的這三個角度去挑選 然後每個Category裡面呢 又有比較經典的調酒 可以先來嘗試看看 然後裡面的你如果再進階一點 你就可以說那 假設我Side Car 裡面的雞酒某一個 我把它換成別的 你就可以慢慢找到一個更精確 precise 適合自己的風味 對… 是沒錯 就是先了解自己喜歡喝什麼 像有些人他就真的很喜歡喝勤酒 他不喝深色烈酒 對 所以他就會藉由勤酒這個部分 從輕開始到中間到重 那像以勤酒為主 你maybe可以先喝個Gymphys 對… 對 那再來的話你可能也喝個Gimlet 或是White Lady剛才提到的 那再來你想要再喝重的 你可以喝個比如說你喜歡苦味 你可以喝個像Negonori 它裡面就是對 Negonori 它是勤酒 甜賴酒跟Campari 義大利的藥草酒 那再喝重一點就可以挑戰 雞尾酒之王 Martini 對… 哇… 這整個很有趣耶 就是從輕到重 輕中重 有三種方式去挑 這個我真的有學到 好 如果今天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如果你來台中 也不要忘記來好爸 來 這個地方找Alvin 來聽他講Cocktail的故事 然後來喝他做的調酒 所有的聯絡資訊都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底下大家如果要來好爸的話 可以因為他們最近有個新的叫做好業 所以你來這個地方你可以先吃飯 吃得舒服之後再上樓 這個秘密的空間來背好喝的Cocktail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現在要來我的Martini初體驗 真的 人生第一杯Martini 第一 誰先喝這邊的有點Hardcore 因為剛剛我們有說到就是 基本上喝到一個Martini 你就知道說一個調酒師的個性是如何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見了那麼多字面 我今天都沒有要認識你 好吧 真正的認識 真正真正的狀態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我的初體驗 Cheers Cheers 這番茄香氣 好香喔 欸 我覺得剛剛其實沒有什麼酒味耶 謝謝 你說它完全是只有spirit 對 苦愛酒加上了 勤酒 但是我坦白說 你喝不到酒精感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不是 我們站在裡面的 真的好smooth喔 真的好smooth喔 還會很純透 然後你會喝到 它是有酒品的 但是它是 可以感到到清酒的風味 然後感覺的香氣 我們來從它 每發的藥品 稍微的 這個是Cocktail之王耶 是吧 Cheer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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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